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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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突然间出现 你的画面 闭上眼 我看见 某个时刻 某个地点 偶尔偷偷看你一眼 躲在墙的后面 就让我 坦白一点 即使是我 就为你写 我的情人节 I love you so 我想听你说 I love you more 小小的剧动 都让我喜悦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走了多久才走到今天 我的记忆过好甜美 只要你开口 什么都ok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爱多一些 爱多一些 爱你多一些 我的情人节 I love you so 我要对你说 I love you more 我要对你说 I love you more 就是我下跪 我下跪 你陪不下坏 我下方笑出来 爱掉了眼泪 等了多久才能到今天 我的情人节 问你愿不愿 只要你开口 只要你开口 只要你开什么都ok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还真去买 缺心眼吗 喂 董事长 您有什么风格 现在做我随心管家的那个女孩 听说是你招进来的 什么来历 也没什么来历 就是一美大学生 大胆过来实习 也不要什么工资 只是说一定要待到八月二十八号 就是今天 开了她 行动可疑 我怀疑她不是图谋不轨 就是狗仔队 我不想在酒店里再看到她 大小姐就是大小姐 给这么多钱都够囤一辈子货了 那个卫星也奇怪 她倒了饭间的料筷子 看起来不像那么有节奏的人 啊 小姐 请问找些什么 就是那个 平时会放在付款处 工人随手凑单用的 一小盒一小盒的 哦 口香糖吗 嗯 哦 也有点接近了 嗯 虽然都是橡胶制品 嗯 准确来说 是一种男性用品 可大 可小 平时会放在那儿的 哦 那个呀 啊 对啊 就是那个 嗯 今天下午有个人打电话 把店里的相关商品都买走了 啊 谁啊 据我所知 方圆十里所有的相关商品 都没有了 啊 别人过气息 我也过气息 到底是谁在跟我做对 还有这么倒霉 不过 我倒有些库存 真的 对 我要我要我要 嗯 那我去给你拿 谢谢啊 好 喂 董事长 你在哪儿啊 山脚下的超市 挺远的吧 骑车过去也要半个小时呢 嗯 是还挺远的 所以你不用回来了 啊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你离那么远 还可以给我告示 我做什么了呀 还不是你女朋友她 我有拜托你吗 知不知道你可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可是你女朋友她说 她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了 啊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你不需要知道 东西我会让人给你打包好 送到你学校里去的 钱 两个工作日内也会给你截掉 外加一个月的违缘金 嗯 那个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这儿信号不太好 我怕我听错了 没错 你被炒了 美女 这个东西打包好了 你还要吗 你要走吗 公司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我有点急事 要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让助理去吗 你不是答应和我一起过七夕的吗 套房会一直留着 你想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想找朋友过来开派对也OK 车我会安排 那我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没有下次了 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接过来 事到如今你放过鸽子吗 我不是放你鸽子 我是跟你分手 哦 对了 我们其实也不算是交往 你这么矜持也是对的 我没有办法跟你更进一步 为什么 我们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你邀请我来度假 然后送我礼物 我们接下来不是应该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没做错什么 是我认错人了 那天在江边救我的人 应该不是你吧 这个我可以解释的啊 我不是故意冒充的 那天在江边 可能我没有解释清楚啊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交往啊 我只是 晚来了一步 如果那天换作是我的话 我也一样会救你的 你干嘛一直救去这个吗 来 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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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的心路历程不感兴趣 找了这么长时间找错了人 我心里也不爽 趁我没有说出更难听的话之前 我们好聚好散吧 你 你这么欺负人 你就不怕报应啊 报应 你又不是第一个被我甩的人了 就算有报应 你也得先排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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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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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一个月 我干了一个月 不是为了方便他俩来度假的 他吵我 我 我还就不干了呢 老板了不起吗 就可以拿我东西不还 就可以和他女朋友把我耍了团团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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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等着吧 只能这样赌到天亮 这可我第二个月要顺过来 葳青 葳青 我知道瞒着你是我不对 我知道错了 我们重新开始可以吗 我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就当我是玩腻的 渣男我已经不是当了一次两次了 不差这一会儿 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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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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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躲上车了 这可怎么办啊 要是被发现 头黑狂的锅就彻底做定了 我要怎么才能 简单粗暴地让她相信 买寄生用品也好 上她车也好 这一切的起因 不过是拿回东西 手机没电了 奇怪 这要的竟然不接我电话 喂 我说 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突然上车会咬人命的 是你 你在我车上干吗 你以为我想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跑到我车上到底想干吗 我就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在我这儿 脑子吗 我说的是真的 就在你身上 别让我找他 喂 滚 我不是想摸你 你别想歪 下车 别啊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就当我蹭个顺风车 等到了地方 你把东西给我就行 这是荒郊野岭的 我还真不敢下去 好 这是你说的 做好了 那个 咱们这事要开去哪儿啊 公安局啊 什么 好了 带着跟东狂去见警察 不是很正常的吗 停车 晚了 刚才让你先下你不下 现在没机会了 喂 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争我 难道是因为我之前 进了你的房间 不小心看到你身上 起红疹的样子 闭嘴 停车 我要下车 停车 停车 谁 谁 停车 你的车 我的车 站住 别想跑 你别过来 快 快扶我起来 快扶我起来 你没事吧 你身上好脏 我帮你擦擦 别碰我 你身上太臭了 搞得跟你不臭一样 对了 你有洁癖 最多尴尬了 你在找什么呀 手机 手机 估计你找不着了 你 你瞪我干吗呀 我不是也掉进来了吗 再说了 要不是你追我 我也不会掉进来 所以 咱们来扯平了 你可以先报警吗 可是我手机没电了 你还真是把没用这个词 发挥到了极致啊 这里签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 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 就不能先屏出救援 握手言和吗 那你想怎么办 很简单 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你今天做的错事 我一例句话不就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 我身上没有你要的东西 你要是想占我便宜的话 你就跟我直说好吗 谁占你便宜 你不用太瞧瞧自己好不好 行啊 我就要你身上这样的衣服 你脱下给我呀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我跟你讲啊 实现就离我原点 如果你要是再跟着我的话 我没有办法保证 你作为一个女生的名誉跟尊严 人可以走 东西留下 你 你疯了 你干什么 你疯了 你省省吧 我高中的时候 可是练过举动和摔跤的 虽然现在瘦下来了 但是对于你这样的 还是处有余的 你干吗 虽然我现在说话很奇怪 但是你一个小女孩 难道要对我一个大男人 在这荒椒野岭的来应得不成 里面的东西呢 搜人了 什么 不过人家又退回来了 然后呢 你到底要那个干吗呀 又不值钱 什么不值钱 那个对于我来说 价值不非好不好 你到底放哪儿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说了不在我身上 有本事你就搜 搜人算你呀 行啊 如果我搜不出来 我现在怎么对你 大个十倍还回来 你 你来真的呀 来 什么 周氏被辞退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概 几个小时之前吧 你就是李明成啊 对 这个是你的房间 特别的优惠 是周氏帮你争取来的 好 谢谢啊 明成 打个电话给周氏吧 问问怎么回事啊 快打一个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还关机了呢 关机了 这也太严厉了吧 哇 这套房 厉害呀 这假期 明成 凭什么我们三个 就是住的普通标间 这一到你这儿 整个一豪华五星级大套房啊 太偏心了 何止偏心呢 这心啊 都跳出胸腔脱离地球轨道了 还能说什么 真爱啊 明成 这套房 我们三个就替你住了啊 瞧瞧这视野 简直绝佳的关心点啊 这丫头怎么回事啊 还是关机 你说打工就打工吧 和酒店老板就剩什么呀 喂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够了 放手 你好歹听我道歉啊 我给你五秒 把你的爪子从我手臂上拿开 不然的话我给你剁了你信不信 我信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保持距离一米 记着呢 现在倒是安分了 刚刚在田里的气势呢 把我弄成这副鬼样子 认怂倒是挺快的呀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的话 这世界上就不会有哭泣 阿玛尼 犯思哲 黄伦天奴了 你的意思是 我刚刚不小心撕碎的 不小心 你那能叫不小心吗 你那样叫不小心的话 那我现在给你一巴掌 是不是可以算是按摩呀 还真不多呀 一言即出 当牛做马 绝不后悔 想给我做牛做马的人多了去了 要你干什么 哪天你心情不好 想给我搜山了 再到地上给我来顿地东啊 不会了 不会了 刚刚搜的那么仔细 我就算再不识好歹 也该任性先识 东西不在你身上 那应该是丢了 我真是搞不懂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刚才把我安道尼弟搜我之前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一个堂堂老板 会偷你一个小员工的东西 何况还是不值钱的信 您说的没错 就只是一封信而已 下雨了 快跑 不会吧 你怎么了 我一到下雨天 就浑身没劲了 前面有个公交车站 我带你去 谁让你拉我了 我更不用你背 在你眼里我算什么呀 你一个一米六几的小女孩 为什么会有自信 背我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啊 我不用你背 也不用你拉 我就算爬 我也自己爬回去 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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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明晨早上看到的 真的是你 你 你是跟你男朋友一起来的 我自己心情不好 出来透透气 没想到不小心滑倒了 现在雨下得这么大 酒店也回不去了 同学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物理系的 对 我叫李明成 之前在学生会和你见过几次 这三位呢 都是我们光华大学天文社的同学 都是同校的 你现在还能走吗 喂 还愣着干什么呀 你们的偶像受伤了 还不赶紧服啊 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学姐 慢点 那你们先把她送回酒店 我再去找周氏啊 周氏 周氏 她的小学妹 之前也在酒店打工的 你不跟我们一块回去吗 现在雨这么大 外面很危险的 明成 我们先送学姐回去吧 对啊 我们一起走吧 对啊 周氏可能已经到酒店了 行 那 我们就先把你送回去吧 嗯 走 诶 师姐 慢点啊 小心她见啊 小心她见啊 小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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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甩到我身上了 哦 抱歉 大半夜的 你就不能控制下你自己吗 可是 头发湿湿得很难受啊 你不擦一下吗 会感冒的 不用 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老美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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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跟你在一起 倒霉的事情就没有下线 对不起您 我真的觉得特别对不起您 你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 那就说点你不开心的事下 让我开心一下呢 你这个人可真够扭曲的 行 不说也行 那你说说看 今天你一直追着我要的信 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 就 就普通的信啊 普通的信 CG男生的吧 请说 不是 线条 对 线条 线条 线条拿粉红色的信封装啊 你怎么知道是粉红色的 你看到那封信 今天打扫客房的时候 看到了那封信 然后 随手扔了 你真给扔了 真的呀 这会儿估计已经进了焚化炉 跟其他的垃圾一起烧出灰了 你知不知道我估计多大的勇气 才洗了那封信 还有里面的东西 这下全没了 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情书 再说了你干嘛放在我的房 等等 你不会是写给我的吧 你想的没 谁让你突然住到我的房间 把我的告白计划全打乱了 害得我现在还被困在这里 雨下这么大 雨呢 什么时候停的 果然下过雨的天空 星星全都跑出来了 天气预报果然没错 我 知道吗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跟她在这儿看阴线做流行语的 然后趁机跟她告白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会跟你 我还没想到呢 我本来今天应该喝着酒泡着温泉 怎么样也不可能一身泥巴陪着你这么一个小丫头 在这儿等公交车 再说了 告白有那么难吗 我估计你喜欢的男生应该也在上学吧 对付这种年纪的男生 浪漫什么的 不过是你们女生想象出来的幻想罢了 就像礼物的包装纸一样 毫无用处 还不如直接一点 撒 别把她说得跟你这种老油条混为一谈 她才不像你这么猥琐 我猥琐 也不知道今天是谁把我扑倒在田地里 上下棋手的时候 我看你动作倒是挺简术的嘛 别再说了 你 我说的 你不要说如果她是很小的 你听得懂 你听得懂 我说你不懂 你可能不懂 你也听得懂 我说你不懂 你不懂 我说你不懂 你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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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你 我自个儿有地方住 才不见你你的后宫呢 我可不想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脸上被抛上阅历 阅历 对啊 网上都说 你一个月换一个女朋友 攒下来都够出几年份阅历了 你这么能抛 怎么不得眼隐形眼镜呀 网友现在都这么夸人吗 不过呀 像你这种无名小卒 就算上个阅历 也没有人会在乎的 谁无名小卒啊 说你呢 那你说你叫什么呀 周全来周 是我的事 还是说出来了吗 你炸我 炸你怎么了 冤有头债有准 下次起码见到你的名字 可以绕着走 你知道我刚才车来之前 取的是什么愿望吗 我难知道 就是 让我的人生当中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你的名字 感谢老天爷再见了 拜拜 我才不要看到跟你回来任何东西 一个字符一个小卒都不要 成天浪费社会自愿 把我自己下开书吧 这倒还真不用你担心 你好 嗯 可以借您的手机用一下吗 好 可以 谢谢 你这是 什么都别问了 随便找个酒店 哦 对了 张阮瑜那边怎么样了 你出去后不久 张小姐耍性子 跑了出去 结果在湖边崴了脚 好在被同校的人找到 已经送回酒店了 不过 他们好像是在找另外一个女生 就是之前跟您做过随身管家的那位 他来酒店 好像是替关心的同伴裁定 虽然说行为上有点怪异 老真的不是国财 替我联系下王主管 明白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有样东西 虽然不一定找得到 但我希望他们能帮我找一下 我真的 可以再住一晚吗 不是说要赶我走吗 怎么着 不愿意啊 外面天黑路滑 你要是想这个点走 没人拦着你 随便啊 没有没有 谢谢主管 甭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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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我们董事长这人吧 啊 外表看上去很强硬 但是人哪 其实特别好 这不刚才那助理 打电话说要免除白天 对你的城堂 你呀又可以留在这儿继续打空了 可拉倒吧 他这样顶头正负相抵 他说我过了今晚就要回学校了 对了 我同学他们到了吗 谁谁 明诚哥 你去哪儿弄得这是你啊 啊 电话也不接 我差点就要孝山报警了 你还笑得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这个说来话长 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啊 对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我妹妹周氏 世世啊 她是呢 我是明诚在光豪大学的同学 张染瑜 怎么每个人见到我都是这个反应 我有那么红吗 嗯 他从小呢 就有那么一点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快跟我上去 明诚哥 装可怜也没用 等一下非好好省你不可 没受伤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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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这种程度的接触 不可能没事的 来 讨考你啊 您先做刘新宇别称是什么 我知道 那个 仙女座 仙女座 对 你说 我说啊 好像是 加什么流行语吧 不对吗 那你说是什么 应先做干嘛流行语 果然是学霸 这么简单的问题 社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吃这个 诗诗 让我看看 你放着就好了 待会酒店人员会过来收的 我就是酒店人员啊 在这儿打工一个月了 习惯了 顺手的事 我正想说这个呢 是谁让你自作主张 给我们您这个房间的 还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来打工 谁为了你们啊 我 我是为了钱 这儿的打工费可高了 帮你们订房间 不过是成人之美 你小时候帮过我这么多 这都是小事儿 我帮你很多吗 我怎么不记得 诶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 有话给我说吗 什么话 我 第二波流行要来了 走走走 咱们等你调仪器呢 一起来 快点快点 明长 你正好来了 你看看这个仪器 你看看怎么调啊 来了吗 这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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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诚哥 你好厉害啊 就等第二波流行雨来了 你要找到东西 谢谢 那我先去忙了 我先去忙的 那我先去忙的 跟您的一样 这些吧 我死去忙的 我咱们还是死去忙的 我先去忙的 那我放下 要帮你 吧 那我放下 明年 你在哪儿 在哪儿 对 了 只能 难道 那天在江边救我的人是他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就别再来 时间差不多了 来了吗 有人说 热恋如流星 虽一闪而逝 却从头到尾点燃了自己 而暗恋 就像月光 明媚只是投射 正主不给量 一辈子见不着过你 这就是重生的马沙拉蒂亚 应该是你家的公子哥吧 可别让上次那辆 有钱是有钱 撞到石头立马完蛋了 再来一瓶 要冰的 喝那么冰的 小心以后不来大姨妈 飞飞 怎么样 想我吗 想死你了 哇 才两个月不见 你又变了 莫非是你 开学都两个星期了 你不回学校上课 去哪儿私混了你 您是接到一个美工的活 正好教学都装修 不用上课 我真服了你了 没见过美术系读成你这样的 你看看你们系的同学 喝喝下午茶 吃吃饭逛逛街 再看看马云爸爸 你倒好 学到一半去打工 真把自己往劳动 廉价力方向发展了 人家出门能靠父母 我只能靠自己养活 哪能跟他们比 人家也有不靠父母的好吗 你呀 长那么好看 怎么就不会利用起来 让自己过得轻松点呢 看到那个男的没有 像黑夹克的那个 当时捆过了 谁啊 我男朋友 相信我 他除了有钱 别的一无是处 再见 你就当给自己也找个我爸 真的 没有比有钱的我爸 更可爱的了 你还是自己囤着吧 我坐家不住 别人了 我男朋友 高阳 我真是高阳 美女啊 以前怎么没见过 美术系细花 我姐们都是 蔡老板 你别听她的 我可不是细花 看出来了 脸长得还行 不过这衣服嘛 实在是穿得露了点 你别在意啊 我的意思是 人靠衣装马靠安 你妈打扮打扮 你还是能看的 下次让我们飞飞 带你去逛几个名牌店就是了 我还有事先回宿舍了 好 拜拜 打扮你 我说你能高冷点吗 怎么在不在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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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用这么大功率电信 我们不怕出事啊 大学三年都这么过来了 现在哪个寝室 不藏一两个烧水棒的呀 就是 有本事你别用了 你不嫁的时候 我们就占你的票 你不会介意的 东西你就先放当吧 我们一会儿会给你收拾的 不用了 我自己来 那你等着办吧 你不在这儿两个星期 都是我们帮你打的眼睛 苏涛老师每次查访 我们就说你去男朋友那儿 哦 你有男朋友的吧 别到时候圆不了黄 要我们背高哦 老班这一天有月 不知什么作业 老班催着要暑假写生的作业 夏天悄悄 哟 我看你画好没 我看我看 哇 哎呦 这 这就不懂事了吧 我看你画好 是期末拿高分 好拿假写生的 听说你现在画财先都买不起了 买的纸都是最便宜的 一碰到水 就都烂掉了那种 哎 哎呀 哎呀 哎呀假写生跑偷了 真的可惜了画呀 对了 这你还在我们把前两个月的水电费捡一下吧 嗯 对对对 四分之一 嗯 披开 四分之一 你们开什么玩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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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分了 你别过分了 你说什么 你干嘛呢你啊 你别过分了 走啦 走啦你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了垃圾不应该丢地上 应该丢腰台 有 iedereen 你们这霍雷王咋都不想住了 你 有了给你们养长老吗 你呴生机病吧 不是吧 你真打算放过那些妖精啊 难不成要动手吗 我怕我一个不小心 打爆人家身上的家庭就不好 也是 从小到大你也就嘴上吃吃亏 论动手你真没输给谁 这人生一到你这儿 怎么就开启了艰苦模式呢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去问我之前打工的家超市 看他们还去不去人看店吧 看什么店啊 眼前这么大个活人你不求 去找什么陌生人 我真服了你了 你不是跟人合租吗 我去住的家 没事 我那个储藏室 你收拾收拾 一个人应该能住得下 再说了 那肯定比外面便宜得多呀 只是 我那个室友有点怪咖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他搞定 算了 先司马当活马银 先试试吧 嗯 不听话的刘海 好想不随我脾气 反而却都想你 不耐烦的热天气 心情会下雨 隐情不停 隐情不停 想你 我渴望的我们 原来只是他说的你 我渴望的我们 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 我渴望的我们 若不是你那么坚定地告诉我 相信你把不听话的流海 好想不随我脾气 好想不随我脾气 还是他说的你 我渴望的我们 我渴望的我们 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 我渴望的我们 若不是你那么坚定地告诉我 我渴望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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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